着西乡花68县到300公尺处发生一起机车衰落边坡的事故 一名45岁的王姓夫人她骑机车行进这个地方 不明原因致状护栏 而且还翻落到8公尺深的边坡 不过警方调查之后发现说这个妇人 她是无照驾驶违规在线 因此还要寒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远景与附近居民和丽江人台起到马路上 这里是着西乡花68县到300公尺处 发生一起机车衰落边坡事故 一名45岁王姓夫人骑乘机车行进花68厢到的时候 不明原因致状护栏 随后翻落大约8公尺深的边坡 好 最这样子慢慢慢慢踩下去 好 这个就滑着 等一下 等一下 紧张获报之后协助救援 耗时大约半小时将翻落边坡的妇人救起 并送往玉里慈激医院救治 妇人四肢多处擦挫伤 肩胛骨脱胃送医之后并无大碍 只是一直拟醉不醒 而今了解该名驾驶没有驾照 并且酒册有酒精反应 人局后续将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理条例第十二条 第二十一条及三十五条举发 并且以刑法第一百八十五之三 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警方调查后发现妇人是无照驾驶 还与朋友饮酒后独自骑乘 无排机车返家 酒测值高达一点四三 全案将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十二二一及三十五条举发 并以刑法第一百八十五之三条公共危险罪 含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据照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